长相思这部剧电视剧三月底开机 终于在九月底完成了拍摄 抠抠嗖嗖的官博 终于大放了一次 在杀青这天 发布了八位主演的定装照海报 这下粉丝们有事可做了 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杨子 杨子今天有两张海报 第一张是红衣的大王姬 没有刘海的造型好漂亮呀 头上戴的花是凤凰花吧 虽然穿的是红衣 但是杨子的表情忧伤 推测可能是后期的剧情 可能是知道了 枪玄设计杀害景的时候 还有一张清水振纹小六的造型 换上男装后 就活脱脱的一位少年郎了 可塑性真厉害 张婉毅 然后是张婉毅饰演的男主枪玄 黑衣束发 眼神霸气侧漏 这迎面而来的气场 不愧是走全谋路线的 谈剑刺 谈剑刺饰演的香柳 是无数人的白月光 一个很稀粉的白月光 这次香柳穿的是标志性的白衣 搭配谈剑刺精致俊美的五官 可谓是赏心悦目 邓唯 邓唯饰演的是青秋公子图山景 女主小妖的官配 这部剧男主和女主并不是一对 这个要先和大家说明 青秋公子 温文尔雅 有钱有言 是理想的神仙伴侣没错了 王红毅年轻帅气 策马的剧照有点帅 他演的角色为赤水风龙 是枪玄忠诚的属下 涂山景的好兄弟 还曾经和小妖定过婚 可惜最后为了保护枪玄 死在了香柳的手下 长相似的选角导演肯定是严控 因为女配们也都是美女 阿念是枪玄和小妖的妹妹 妖蛮可爱的性格 演员还是很美的 穿了一套漂亮的紫衣 就是这个角色太讨人厌了 明明喜欢的是涂山猴 可是为了全市地位 一直设计黏着涂山景 害的小妖和景平白分开那么多年 王真 最后是枪玄的两位王后之一 神龙心悦 她是赤水风龙的妹妹 一位很有魄力野心的女子 可惜爱上了一个不爱她的人 后期走上了歪路 也是个可怜可悲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